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讲述利美人的来历 第三个部分 18章1-31节 是讲述诞人敬拜的缘起 今天的经文18章11-20节 记录诞人带走了米家家中的私人神像和祭司 以斯列当中诞的支牌 在文数记26章42-43节 记载了人口统计 他们的人数是有六万四千四百人 现在在第十八章11节 讲到诞人 并不是全国的诞之派 而是一个个宗族 人数六百人 这个六百人 是一支不能够忽视的军队 足以能够攻取拉翼 这六百人是南丁的数目 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估计人数大约有千多人 在第十二节 基列耶林 意思是森林之城 马哈尼旦 意思是旦的军营 稍前的经文 记录了马哈尼旦 在索拉和以实图的中间 由于索拉和以实图 是旦之派 迁徒之前的心脏地带 将这两个城市围住的地区 称为马哈尼旦 标志着旦人 北迁以前 集齐出发的地区 在第十三节 五个探子引领旦人 从以法连山地 走到米家家 似乎是另有路线 可以到达拉翼 不过 他们是故意要去米家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带走一些物品 在第十七至第十八节 两次出现了相同的物品 是有雕刻的像 以忽德 家中的神像 并铸成的像 圣经作者毫不含糊地描述 但人明目张胆地 抢掠米家的私人物品 五个探子进入了米家家 六百个带兵器的人 站在米家的门口 整个的过程 少年的利弥仁 只是稍作抗议 在十八节他说 你们做的是什么呢 表明最初 利弥仁是没有和这帮弹人共谋的 不过可惜 后来利弥仁建立忘义 与弹人一同犯罪 五个探子将从米家家 取走的以忽德 和神像 交给那个利弥仁负责 因为这个利弥仁 接受弹人的聘请 成为他们的祭司 利弥仁心里面喜悦进入弹人的中间 和弹人一起离开米家家 米家和他的母亲是热冲宗教的 他们愿意奉献金钱和聘请宗教人员 但是他们却是没有按照神的规定去敬拜他 他们不是叛逆 而是无知 反观 少年的利弥仁 却是真真正正的叛逆神 他身为利弥仁 应当比一般的信徒 更清楚知道神的话语和要求 但是他却无视神 事事奉为谋身的工作 这个在米家聘请他作为祭司的时候 就显而易见到了 后来他获诞人聘用 担当一个更具体面的职位时 他立即就因言接受和离开 就算是这样 利弥仁 其实他都不应该被诞人抢走属于米家的东西 不过他同意 因为对他有利 圣经中有假先知和假的教师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就出现了非法的祭司 神职人员 借着领导的地位从中获利 他们自利的行为 为教会或者宗教机构 带来严重的危害 是不可以忽视的 教会当中 有不同的职份和纲位 祈求我们侍奉的人 是为教会 而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来侍奉 我们要清洁的心去到侍奉神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监察 和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教导我们在侍奉上有忠心 以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 来到服侍神和神家 求主粉碎人心的自私和贪恋 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恶面都要除掉 诚心的祷告祈求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